国安3-3华夏幸福后,官博惨遭爆破,阿兰快哭了,热内西奥滚,请斯科拉里。 15日晚,中超国安和华夏幸福相遇,上半场,高拉特、奥古斯托以及巴坎布分别破门,国安半场2比1领先。 下半场,第73分钟,张成栋踩到了奥古斯托脚面,奥古斯托摔倒在地,表情痛苦久久不能起身,裁判也是第一时间将张成栋叫到面前警告了几句。 担架进场随时待命,奥古斯托起身后一瘸一拐,袜子都直接破了泛红。 国安教练面色凝重场边来回踱步,十分紧张,担心主力球员奥古斯托受重伤,奥古斯托调整后重新回到场上。 第88分钟,刚刚替补登场的阿兰直接进球,帮助国安3-1扩大分差。 3-3耻辱遭绝评后,国安官博遭爆破,球迷纷纷表示感觉阿兰进球之后都快哭了,太憋屈了。 镜头给到热内西奥一脸的沉闷,不知道的以为丢球了呢,水平不行,战术没有,最起码的把队内氛围搞好了吧。